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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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之前我有提到一個命案清潔師 而接下來這個工作 跟他們也有點關聯 叫做大體修復師 我們要知道有些時候 有一些人在離開的時候 他的四肢或是皮膚不是完整的 但要讓他完整的送他一程 勢必需要大體修復師來做一些修復 當然他們的工作也有很多故事 下次我會自己分享一個我自己受訪者的故事 而我也找來一位大體修復師 請他分享他的故事給你們聽 這是我的受訪者小琪 他是一位大體修復師 在他高中時所發生的靈異事件 當時跟小琪採訪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漂亮很甜的女生 但是可能因為太累還是怎樣 他沒有太大的情緒反應 在敘述故事的過程都是平平的 就連他在講這一則故事的時候也是 那個時候他在嘉義念書 除了要在念書 他同時還跟老師學大體修復 又要同一時間去打工賺錢 或是幫忙一些大體修復的工作 所以他其實是一次三件事在進行 非常的累 那那時候有一次他們接到一個案子 是一個小男孩得了血癌過世 身體有很多地方都已經有破爛腐爛的一種狀況 所以要修復的過程花很長的時間 那在修修補補的過程呢 花了將近三至五天吧 那一陣子小琪 每一天都是用破碎的一些時間 很空檔趕快睡一下 然後又起來工作 睡一下就趕快起來念書 一直到了最後一天第五天 總算修復完成 也已經凌晨一點了 五點還有告別式 所以他呢就趕快 東西收一收 行李拉著呢 就回到他的宿舍 趕快洗洗睡 他進到電梯裡頭按了六樓 閉上眼睛休息 電梯慢慢的往上升 沒多久門就開了 他想說奇怪 怎麼六樓這麼快就到了 但是一看才二樓 他就把頭伸出去 沒有人 他也沒多想就回來繼續睡 到了三樓 門又打開 一樣沒有人 四樓 五樓 一直到六樓 小琪那時候覺得 很像是有小男孩還是誰 這樣一路把這個六樓很皮 這樣一二三四五六全部按滿 才門會一直這樣開 那進到了房間 洗完睡覺 打下去之後馬上就睡著了 但在他要睡著的時候呢 突然間有人敲門 他就醒來 他說奇怪都已經快兩點多了 這時候誰會敲門 而且這時候他的室友應該都睡啦 所以他就躺到床上說 誰啊 但是沒有人回應 他又睡著 又有人敲門 他又醒來 但這次第二次醒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從一開始坐電梯有人按樓層 到現在莫名的有人一直敲門 他是不是沾上不乾淨的東西 但因為那時候他太累了 疲倦壓過了恐懼 所以他沒有太多的情緒 他躺在床上就說 我真的很累 對不起 可不可以讓我好好休息 我明天應該說 我一下子五點 我就要參加一個告別式 我要在五點前起床 趕到現場 不然我真的會睡過頭 那小琦就跟他講 講完之後 還真的就沒有聲音 他也就睡著了 到了第三次有人敲門 那次敲門聲就很大 是砰砰砰砰的那種聲音 那小琦就嚇醒 他嚇醒之後呢 看了一下手錶 已經快要四點五點了 這個下的過程更大 所以他馬上衣服穿了 化妝稍微畫一下 拉著心就趕到現場 還好沒有遲到 整個過程辦完之後呢 他就跟他的學姐 還有一些老師 講到這件事 然後他們就說 你可能真的有點沾上不乾淨的東西 去拜個拜就好了 那這件事情也就過了 他也就忘了 小琦就忘了 一直到那個小男孩的百日呢 有一個媽媽跑來找他 就說你是小琦嗎 他說我是那個小男孩的媽媽 很謝謝你喔 就是幫我的兒子修復 那他有託夢跟我說 他身體變得很乾淨 他很謝謝一個小琦姐姐 他還說他有去找你玩 他要去按電梯 他有敲門 那你都沒生氣 那他現在要走了 跟你說拜拜 小琦聽完之後 我想應該 不要說是小琦 結果連我聽到 都感覺暖暖的 這是我的受訪者小琦 他是一位大體修復師 這是他發生在高中的靈異事件 大家好我是小儀 我從事遺體修復已經三年半的時間 然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我之前遇到一個案子 是比較玄的一個案子 他是一個被殺死車輾過的一個阿醫 那個阿醫他全身大部分都是粉碎性骨折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還技術還沒有那麼的成熟 我只能負責在縫補的部分 骨頭重建的部分是由學姐他們去做修復 後來那時候我記得學姐把他骨頭修復好之後 他就說那小儀你過來做縫補 我接手之後 第一條線下去縫的時候 一開始都很順 到最後我要截線的時候斷線 而且他斷的位置很奇怪 反而是在中間並不是在尾巴的部分 我想是我的技術問題嗎 還是線有問題 然後我就拆掉再繼續第二條線 第二條線同樣的情況又發生 然後一樣是斷掉在同一個點上面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那時候第二條線斷了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我的肩膀好像被人家捏著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的角度問題 因為我身高沒有很高 然後我要內側 就是趴在那上面去幫他做封補 是因為姿勢的關係嗎 後來我又拆掉第二條線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一樣的動作 一樣又斷在同樣一個地方 我就覺得很不對勁 我就開始想說是不是線有問題 我去問老師去問學姐說 這線是不是有問題 他說別人縫都沒有事情 怎麼會擬縫線就有問題 而且腳踝的部分其實油脂不多 照理講要斷線的機率其實也不多 我學姐有一個資深的學姐就跟我講 教育你這樣不行 你狀況好像不太好 你去休息一下 要叫別人接手 我說我不要 我要自己把它完成 然後我就去旁邊找個椅子坐 後來呢我就在那邊動了脖子 然後在那邊冥想了一下 突然間眼睛張開看到我縫的那個傷口 有一個凸凸的點很奇怪 我說照理來講應該不太可能 那個點會是凸出來的 後來我就說我知道了 我就拿了第八條線準備到 傷口那邊去縫的時候 我先閉上眼睛跟阿姨說 阿姨我是小姨 我今天來幫你做縫補 那可能讓你不舒服了 我幫你喬一下 然後我就是那個動作就開了一聲 進去了 就是那個點進去了 我就跟阿姨說阿姨真的很抱歉 是我沒有注意到 後來我說那希望你能夠保佑我 順順利利的把它縫好 第八條線開始縫的時候 一針到底從起針到收線很順 而且縫得很完美 我後來就縫完之後我就想 原來是我沒有去注意到阿姨的不舒服 所以我才會一直斷線 然後縫完之後 因為我有一個學姐比較 要求比較高 她去看我縫 她說欸不錯喔 縫了八次 你居然還可以 不會把那個皮扯破扯爛 後來因為我可能 對這種比較感性 我就跟阿姨說阿姨謝謝你 讓我能夠完成 對 自從那個阿姨的事件之後 我只要開始分配到工作 我就會摸著大鐵老師 跟她說我是誰 然後我今天要幫你做什麼工作 幫你做什麼動作 那如果說你有不舒服 你要讓我知道 或者是我哪裡做得不好 你要提醒我 因為可能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 讓她起來跟我們講話 但是有時候 讓我知道看到那個點 我就會知道說 原來是這個地方有問題 對不對 就會習慣性 先跟大鐵老師 等於是另類的溝通 讓她知道說 我想要幫她做什麼 然後能夠幫她完成什麼 我們剛剛聽到小儀的故事 其實跟我們做記者有時候很像 就是我們到一些命案現場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這個 因為有時候大體是在現場 我們也會說不好意思 我們是來做採訪的 那我們會講到一些 您的事發過程 如果有冒犯之處請多包含 或者是我們到一些命案現場 甚至我自己 就曾經遇過類似的狀況 在一個山區裡面歸打牆 那是有經驗的向導 他就直接提說 我們是來採訪的 請你們讓我們出去 就很順利出去 所以其實在你們這一行裡面 是不是有很多的 禁忌或者說注意的地方 比一般行業還要來得多 有哪一些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 尊重大體老師 是一個很重要的禮貌 今天大體老師他因爲什麼事情 發生這個意外 不見得是他自己願意的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不去討論他是怎麼往生的 我們的工作就是把它修復到完美 然後讓他漂漂亮亮的能夠離開 就是走最後一程這樣子 那想問一下你是從大學開始就是接觸這一行嗎 還是說中間有做一個轉折 突然跳到了這個行 我之前是做進水設備的會計 對 從來沒有接觸過殯葬業 然後是因為我外婆的關係 所以我才會踏入修復界 外婆過世的關係這樣嗎 對因為外婆她算是手術中過世的 然後因為她是開胸部就是開胸膛 然後那時候因為醫生說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完成了 那我小舅舅就說那既然沒有辦法讓他活起來的話 那就讓他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回家 對 了解所以才慢慢的接觸這一行 然後進到這一行 對 但你要從一個辦公室裡面敲轉機的會計 到大體修復室裡面拿刀跟針的這個過程 你應該要克服很多事情吧 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案件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很多OS 我待會看到大體 我會不會怕 我會不會吐 然後我會不會恐懼 我會不會哭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建設 可是後來我看到大體的時候 那時候私袋一打開 她是一個跳樓的媽媽 我心裡一開始做的那些建設就全部沒了 那時候心裡想我要把它完成 就單純只是想把它完成 對有可能就是像人家說的有天命 的確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不然你來做 你一定也做得好對不對 那好你們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還是會遇到一些可能會有 親友嗎 異樣的眼光 或是對你們的不量級 有 一開始其實家人是反對的 家人反對 因為他覺得你會計做得好好的 你跑去做那種碰學啊 然後碰大廳那種 等於是說傷的東西 其實家人會覺得一個女孩子不需要去做 其實他們台語說的 比較傳統 不要去跑去的東西 對 然後我是覺得 我沒有在做什麼壞事 為什麼我不能去做 而且這是我跟外婆的心願 對 對 所以我想我不管怎樣 我就是我堅持要去 我這樣講說這是妳跟外婆之間的連結嗎 對一開始反對 到後來變支持 對 到現在他會問說 你沒有去工作 對 不是 有工作表示有發生漢時 最好沒有工作 但是又 這樣子又沒有賺錢這樣 就很矛盾的一個工作 其實修復來講 我不以賺錢為目的 我是專門以服務為目的 對 我世俗了 對像有人說 你又在家喔 我說我不在家才麻煩吧 對阿 妳怎麼能助妳生意興隆 我不希望人家這樣做我家 對阿 因為我是覺得說 如果有人需要我服務 那就是一個家庭的破碎 對 每一次的都是這樣 而且會找我們做修復的 一定是資理破碎 一定是不完整的 所以盡量 因為人一定會有身體死邊 但是盡量就是 能夠不要碰到修復是最好的 聽完這兩則故事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面對大體老師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修復工作的時候 尊重的心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時候你覺得 人都已經過世了 但你不知道他可能就在你四周 你好好跟他溝通 他們是聽得見的 好啦我是錯編治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無不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想要宣洩壓力 想要減肥 沒錯這個你應該有聽過吧 我有聽過 他就是一個 多辣妹會做是不是 沒錯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 對 想要健身 你沒有學生做到兔之類的 沒有做到兔啦 其實不會 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強度 想要認識運動 來去Check in頻道 週五晚間六點 週五生男女 錯別字賴正凱帶你一起動一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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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